其实仔细看看张婷婷的长相 她不说话的时候好凶那样子 你有没有男生这样说你 嗯 我爸同学男生比较多都怕我 都怕你 又凶又居高临下 你还找得到男朋友吗 就还将就吧 你太伤人了 她现在在哪里 山西 那你是不是也要去山西 不可能 我不会因为一个男的 然后放弃我自己想去的地方 嗯 是这样 不会 不会那样的 我劝你还是把眼镜戴上 行 可以看得出来 其实呢 张婷婷很自信 不光是在情感上很自信 在工作上也是雷厉风行 不 你说话有点冲 你是不是在大学做过很多的坚持 做过太多了 然后这些坚持 你都是属于那种雷厉风行的那种风格 嗯 来 说两件自豪一点的 来体现你能力的 跟我们听你 嗯 去就是去贵州那次活动吧 那时候我弟子去外地做活动 那些活动呢 是我带16个人 带16个人 然后加一个助理 你还有助理啊 就是我的小弟 你小弟 嗯 就是 你有多少个小弟 小弟三四个吧 你小弟有三四个 对 你是教主啊 不不不 这是我们学校的 你们去干什么 就做一个地产开盘 地产开盘 对 你也是礼仪当中的一个 我不是 我要管他们 现场出现什么状况的时候 我都要去来调动一下 好 结果怎么样 顺畅吗 嗯 非常顺畅 嗯 做完之后有很多 你有地产商都留我的电话 然后就说下次喊你喊你 嗯 就是在过程中啊 就是比较体谅下属 就是那种团队那种惊人 你会体谅下属啊 真的会很很体谅 你怎么做完之后 你说一个体谅我听听 嗯 就比如说他们就饿了怎么样了 我就会去给他们买吃的 然后就是 不是有小弟吗 他们买回来之后 我给他就是 不像小弟给 我给的不一样 小弟去买 比如说我给 我来给 对对对 哦 体现领导的关系 这个大写的 政委工作做得很好嘛 哎呀不错 不错 这样我去给嘛 啊 这样好不好 您让我们感受一下 你的领导风范 哈哈 在场有十二个礼仪 你现在要负责 把他们集合 跟他们说明此次的去向 以及 这次你们要遵守的一些问题 就像你平时带团是一样的 嗯 好不好 我们来一下 小弟留给我 我是小弟 我是小弟 小弟先去买吃的吧 你戴眼镜 不戴眼镜的 那会儿 是不戴的 不戴的 那个不戴 拿下来 行 戴吧 嗯 好 杀个礼仪 哎 同学们 集合了 集合了 我们马上就要去贵州了哈 我们要去做活动了 队长队长 我可不愿意跟他们一起做礼仪 长得那么丑 啊 这个就 长得那么丑 其实价开的低啊 价高啊 哈哈 人丑价介 这价格嘛 就不避免说了 我们跟你们私下都讲过了吗 然后有什么事呢 继续跟我小弟说 然后他就跟我 从哪我就可以了 哎 水呢 水到了 水到了 哎 然后现在水到了 给你们发声水吧 每人喝点水 好吧 来来来 来来 哎呦 为什么我们这边没有水啊 小弟小弟 快给送的 送水 我就去买 就去买 就去买 然后 然后我们就是四五六小时就到了 如果 初中了 如果哭着的话 就睡一会儿 然后到那边也有吃的 然后把它安排好了 晕车 晕车要买了呀 哦 去买 去买 买晕车要买 我收酒瓶子啊 你继续 要赢买了买了 然后来这领取啊 晕车来这领取药啊 哎 队长 哎 不是 上次那个 菲林莫鼠的活动 我就要当礼仪 你说 你说不行 你说下次一定带我 怎么这十二人都要出发了 没我事啊 你贵 你太贵 什么时候说的呀 上个月 你跟我说的 上个月 下次有个活动 加重搞 你又下 你又懵我 这次下 你师姐怎么当呢 这次下开两百 下次开四百 咱俩国家这么好 四百国家都留给你了吗 是不是 好了 好了 来 我们来大家听一下感受 我觉得他对我问题的回应 倒是真让我挺舒服的 对 但是这种回应 我们听的不舒服啊 对啊 你一个人舒服了 说明他对核心干部的管理 不是 因为你一个人只是少数啊 我们占80% 加油啊 因为以你们的条件 平时呢 基本上选不上的 他也不会面对这个情况 对啊 因为是靠我赚大钱嘛 我觉得你整个是靠气势 而不是靠技巧 我觉得婷婷的调理性非常好 比如说这个活动啊 谁去 然后能分多少钱 什么事要集合 然后去了要干嘛 他对事儿没描述 蛮老恋 对对对 老恋 还有别的变评吗 我觉得他的执行力还是很强的 执行力很强 对对 但是我觉得他刚才讲这个 谁我们白毛王子说 他是靠气势 我觉得他是靠身高 靠身高 我觉得他气势是有 但亲和力不够 亲和力缺 其实我觉得他还是有 以柔克刚的一面 比方说他刚刚自己跑过来 主动为大家送水 这是一种柔 比方说大家各种找茬 他没有暴跳如雷 他都是对大如流 有一点油气 就是没有一定的品味 好像登不了大雅之堂 我觉得油是优点 我承认我是有点油 但是呢 并不是说不能登高雅大雅之堂 其实你刚才前面的这些 走过来走过去那种言语 就像一个没有读过大学的 你说表现出来的 就像一些菜市场啊 或者一些导游火车站的 那样的一种表现 我是不同意的 我觉得他一看就还是学院 派出生的女汉子 你要相信一个女孩子 自己通过自己努力 考取大学之后 她的基本素质就摆在那儿 她只是比别的女孩子 更加的自由一点 或者更加的女汉子一点 不代表她基本素质会那样 这是从小养成的 来来 她要回应你 绝对不快的 我没有想到 我要 我自己要 我要承认一下 因为呢 从小我就在农村长大 这非常的偏 所以我从小生活环境是这种 就是那种 比较乡村气息的 为什么 给你那种感觉 我觉得啊 可能是大学的期间 打学校 大家时间确实就比较少 因为满意赚钱 因为家庭环境不好 上大学呢 也是 我自己坚持上的 所以说 在那边接触人 也是比较杂 所以说 只能让我自己 逼不得已 变成了女汉子那种性格 其实每个人都有柔个一面 或者说 把俩之谈那种 并不是说 你说之后 我会变成那样的 这个我是绝对反对的 这个 让我自尊心 也受到了极大的损伤 来我问一下 你今天求的是 管理类和总裁助理 有想去的企业没有 想去留总那里 匹配购那里 你最低薪酬要求多少 正式的话 应该是5000间 有什么地方 是不去的吗 地域限制 没有 没有限制 我只要毕业的话 任何地方都可以 任何地方都可以去 第一轮选择去后来 发展的 接下来我们进入 天生我有财 准备了什么 PP 这就是我的个人简介 我的天哪 这可不像你 太温柔了 这是平时生活中 下一页 这个大学经历 然后大一大二 就大三做了哪些事情 就是说 大一做比较有基础 什么服务员 粗销都干过 然后大二的时候 可能就是带队 做一些活动 然后各方面都涉及到了 也开一些要吃步什么的 然后大三呢 经常走一些店面 然后去谈一些 谈一些合作 谈一些活动 下一页 然后工作总结 就是说 在工作中遇到的困难 还有一些 我总结的经验 后脸皮不玻璃心 但其实刚才你还流泪了 刚才在说到这个问题上 你还是让我很诧异 为什么流泪呢 因为沈总确实 我特别 也特别喜欢沈总 因为他就是给我一种 很温柔 很法国气息那种男人 法国气息 法国气息 你确定 你堅持的是法国气息 一定是乡土气息 就是 就是很浪漫那种 那他为什么 还这么浪漫的男人 法国气息 怎么还伤害了你 反差比较大 就是 从今天开始 你认为他是什么气息 建签科博 建签科博 读大学 不仅是学习一种知识 也是提高自己修养的 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机会 如果说我们 放弃了 这样的一种追求 那么我觉得是件 非常可惜的事情 我跟你说 陈东军 他开始流了泪 后来呢擦干了 刚才又说到这个 他说反差比较大 他又开始流泪 人家本来很喜欢的 其实是这样 其实 我觉得你要站起来 赔个礼道个亲 我要向你赔礼道亲 他法国气息 我是觉得这样 我看他非常痛心 我用这个词 更准确一点 表达我的内心 因为我们去读大学 是培养一种修养 我希望你出来 是有一种学术的气质 是有一种矜持 是有一种高雅 但是 虽然说我们可能 做不到那样 但是我们要去争取 至少也不要是油气 但是 但是 沈总 其实我们会慢慢地 退缓 你让人回应一下 有没有有点法国气息 沈总 沈总 您知道吗 可能您没有经历过 那些事情 因为我去大学 根本就不应该上了 因为家里没有钱 就是说 我去成年读大学的时候 我们要做60多个小时的硬做 就是很辛苦 就是基本上就是 我要不挣钱 就是没有钱 就这种情况 所以说 可能在某种领域上 或者说没有程度上 你根本就不了解那种情况 停电 我就告诉你一句话 海明威说那句话 用于别人不算高贵 用于自己才算高贵 你知道觉得 这比自己过去优秀 就可以了 我想跟你们 比所谓的高雅 太失忍了 谢谢 谢谢 还有吗 还说完了吗 高雅有的时候 是一种形式主义 高贵才是本质的东西 所以你要有自信 接下来我们就来高贵的 我们要唱歌了 是吧 对 来 掌掌欢迎 要穿上妈妈的吻 因为呢 首先就是比较喜欢唱歌 我告诉你 为了让沈东军虐心 就对着她的眼睛 唱妈妈的吻 可能 首先第一点 是比较喜欢唱歌 因为有钱去学音乐 第二点就是 可能就是 妈妈认为 我一点都不爱她 就是比较爱我的爸爸 就献给我的妈妈嘛 好 开始吧 在那遥远的小山村 小雅小山村 我那亲爱的妈妈 一百发病病 过去的时光难忘怀 难忘怀 妈妈曾给我多少吻 多少吻 忘怀我脸上的泪花 温暖我哪有小的心 妈妈的吻 甜蜜的吻 叫我思念到如今 哎呀 这首歌好久没听到了 你怎么现在也流眼泪了 要是我的女儿在那台上 被人这么抨击 我肯定很难受 对 婷婷你唱得非常好 而且你要记得 每一个女人 其实她的气质是不一样的 不是说每一个女人 都是坐在那里 非常的高雅 有像女汉子一样的美 也有很高雅的女神也许 但是每一个人 都要发挥自己的美 你也有你的美 你能够hold住全场 而且我觉得你非常的热心 你一定要记住 勿忘初心 你自己显得 来 接下来我们 恢复到职场的考核 总裁助理和管理类的岗位 大家伙有什么问题 婷婷像你还没有正式地 在很多职场做过 而且我看你要求的 还是总裁助理 就是你是 你首先你心目中的 总裁助理的工作内容 大概是什么样的 就是说 比如说 总裁教了一些事情 或者说 其实我心中 没有那种概念 可能我没有真正的 进入职场 就是说 只要是管理的岗位 或者是助理 因为我想要去 一个公司系统的学习 婷婷 问你一个现实问题 比如说 有些企业的总裁助理 跟业务不相关 不能挣到更高的提成 可能只是底薪计效 那这个符合你的 责业需求吗 他这个问题问的关键 你还是对于金钱 是有极大的渴望的 对 销售类的岗位 你考虑吗 不考虑 那就是说 你可以放弃浮动收入 去拿相对稳定的 总裁助理的事 也不考虑 那你不选销售 又不选这类 你要选什么呀 你确认你了解 销售类的工作吗 是不是 有没有可能 是了解的偏差 我不喜欢销售 不喜欢他的什么 就是不喜欢销售 但你一开始 你这几年做的都不是销售吗 停停你现在的矛盾啊 现在我特别不明白 搞不懂了有点 你又不 因为我们明摆着 看着你是想寻求 改变命运 想通过自己创造收入 我比较喜欢管理 从小就喜欢 就是喜欢管门人 管理 就是我想去 比如我交代你事件 然后你去做 让我去管理 让你这样做 就这样 就无论如何 我才管制那么一两个人 我觉得我这挺自豪的 所以他到哪里 带个小弟 你才理解的 对对对 要带我这个小弟 或者停停这样讲 你做销售主管 你愿不愿意做 愿意做 他不是讨厌销售这个岗位 他就是想管人 他不想被人管 他的理解 他的理解是管理就是管人 我们所有人都看出来 你是想管销售